第199章 听着这道声响 上方的萧鼎与青林急忙将目光 移向岩浆波动之处 可却未曾见到半个人影 人哪 望着那几乎是犹如瞬间被蒸发一般的情景 萧鼎忍不住地转头对着一旁的青林大喝道 青林小退了一步 小脸惨白地望着那没有丝毫动静的岩浆湖泊 那刚刚跳下去的人 似乎是在接触到永远之时 便被瞬间化成了灰烬一般 连一声惨叫的声音都未曾发出 岩浆之中突然传出火灵蛇的丝鸣声 听着这道丝鸣声 青林小脸浮现一缕喜意 目光急忙地在岩浆中扫了扫 一个被笼罩在森白火焰中的人影 突然地从岩浆中破水而出 对着上方的萧鼎两人笑着 扬了扬手 谢天谢地 还好没有出事 望着那几乎无视了周围 岩浆制热的萧炎 萧鼎这才彻彻底底地松了一口气 旋即全身有些虚脱一般的 一屁股坐在地上 手掌抹去额头上的冷汗 身体浮在制热的岩浆之中 萧炎满脸惊异地望着 周身那缓缓流动着的火红岩浆 一个巨大的气泡在身旁缓缓浮现 然后砰的一声爆裂开来 一些岩浆啊 建设在萧炎的脸庞之上 不过转瞬间 便是被那层森白火焰给吞灭了下去 在周身那层森白火焰的保护之下 外界的所有温度都似乎被间隔了开去 一股有些冰凉的感觉徘徊在周身 一点也感觉不到炙热 手掌捧起一些火红的岩浆 然后让他们从指尖缓缓流淌而下 萧炎惊叹地砸了砸嘴 这般近距离的接近岩浆啊 可实在是让得人心中略微有些毛骨悚然 若是现在这火焰照突然消散 那自己的下场 一响起蚂蚂在油锅之中凄力蹦跳的模样 萧炎便是狠狠地打了一个冷战 脸色都是略微苍白了一些 小家伙抓紧时间吧 虽然我能够让得古灵灵火暂时保护你 不过却要消耗大量的灵魂力量 毕竟若是失去了我的灵魂力量维持它们 就算你不被岩浆吞噬 也会被它在瞬间烧成灰烬 所以别浪费宝贵的时间了 在我灵魂能量未消失完毕之前 你必须离开这岩浆湖泊 不然你先前所想的油锅骂掌 就真的成为现实了 在萧炎不断地惊叹之时 药老的笑声在心中响了起来 嘴角抽搐了几下 萧炎赶忙凝重地点了点头 回转过头 望着不远处那头巨大的双头火灵蛇 大叫道 嘿 大块头 带路吧 听得萧炎的喊声啊 火灵蛇却是丝毫不加理会 将巨大的头颅望向通道之口 待得青林点头下命令之后 这才极为不愿地转身潜入岩浆之中 瞧着那将岩浆湖泊 荡出一圈圈涟漪的火灵蛇 萧炎吐了一口气 然后一头钻进岩浆之中 紧紧地跟在火灵蛇之后 岩浆之中一片火红 不过有着古灵冷火的护齿 萧炎倒是也能够勉强看清周围的一些环境 目光扫视了一圈 然后快速地游动着身形 紧跟着面前那不断对着岩浆深处钻动的火灵蛇 火红的岩浆世界之中暗流涌动 偶尔有着一缕极其凶猛的岩浆暗流 从某些不知名的地方暴涌而出 这些暗流之中 都是蕴含着极为庞大的能量 若是被击中 即使是一名大斗师 也唯有重伤的下场 不过好在火灵蛇对这里极为的熟悉 在暗流来到之前呢 都是能够找到最合适的路线潜行着 而紧跟着它身后的萧炎 也是借机将这些暗流顺利地躲避了开去 在这个火红的世界里 似乎并没有除了火灵蛇之外的其他生物 也难怪 毕竟这里的生存条件实在是太过严苦 若不是双头火灵蛇 这种靠吞噬岩浆为生的异兽 其他的魔兽 恐怕即使是紫荆益狮王 那种强度的霸王级别魔兽啊 也不可能在这种地方来去自如 丝毫不受影响 随着不断地对着 那近乎永无止境的岩浆之底潜行着 即使是萧炎有着古灵冷火的护持 也是能够模糊地感应到 外界的温度几乎是在成倍地增高着 感觉到这一现象 萧炎又是不由自主地咽了几口唾沫 嘴唇微微哆嗦着 看上去竟然是有些发青 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的人 真的很难想象 在岩浆之中游泳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几乎是在和死神的镰刀之上跳舞 没什么两样 在这越来越深入的地穴之底 只要出了任何一丁点差错 就算是有着要老的保护啊 那也绝对不可能 在瞬间 挽救萧炎那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生命 在心中为自己的小命心惊胆战之时 前方的火灵蛇 依然是没有丝毫停止的势头 也不回头看萧炎究竟是否跟上 就一个劲儿地对着地穴伸出游去 在这种五官都被剥夺的环境之中 萧炎也是不知道时间流动的确切概念 他只知道这般鸡血般的继续下潜 已经让得他脚掌有些麻木的感觉 小家伙 一个半小时之内必须回去 就在萧炎脑袋 有些昏沉的紧跟着面前的火灵蛇下潜之时 要老那凝重的声音突然在心中响起 文言 萧炎先是愣了愣 旋即赶忙问道 老师 怎么了 下潜得越来越深了 你看看现在外面的岩浆 要老沉声道 听得要老的话 萧炎目光赶忙抬起 却是有些惊骇的发现 周围那些火红色的岩浆 现在不知何时 竟然变得略微有些泛轻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游动的速度逐渐变缓 萧炎悍然地说道 这些温炎是温度 是温度急速增高所造成的变化 现在周围的这些岩浆温度 竟然已经快要到我能所坚持的极限了 要老的声音 破天荒的 有着一抹 前所未有的郑重 与认真 文言 萧炎嘴角一扯 额头上的汗水 犹如滴水一般的滴下 纳纳地说道 不会吧 古灵灵火不是在一火旁排行第十一吗 难道下面的那一火 比老师的古灵灵火还要凶忙 倒也不能这么说 我现在啊 毕竟是灵魂状态 古灵灵火的力量不能发挥多少 而且还是借助着你的身体在释放 这般下来 他的威力自然是分散了不少 再加上周围岩浆的压力 与越来越高的温度 一个半小时 已经是极限了 要老声音快速地解释道 好了 抓紧时间吧 催促完这一句之后 要老便是再度沉默了下去 想必是不敢再分心了 免得古灵灵火的护持出现什么意外 苦笑着点了点头 硝烟再度望了往周围那些泛青的容颜 忍不住地对着秦方大喊道 喂 究竟还有多远 硝烟知道 这种斗灵级别的异兽 已经有着不少的智慧 所以并不担心 他会听不懂自己的话语 硝烟的声音 用斗气所携带着 穿透岩浆的阻碍 穿进了前方的火灵蛇耳中 后者一只巨大的脑袋转了过来 随意地撕鸣了几声 然后下潜的速度啊 忠然间暴涨了起来 骂的 瞧得火灵蛇的举动 硝烟忍不住地骂了一声 在迟疑了瞬间之后 狠狠地咬了咬牙 脚掌狠狠地向后一踏 身体被森白火焰包裹着 化为一道白影 猛然地暴射而下 身体穿梭在已经被完全转化成 青涩的岩浆之中 硝烟脸庞之上的汗水 不断地滴进眼睛之中 虽然有些酸疼 不过硝烟却是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生怕会被面前的那突然速度加快的火灵蛇 给甩了开去 操 你究竟还要下潜多远啊 随着不断地下潜 虽然有着古灵冷火的护持 可硝烟依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浸入体内的温度正在逐渐地升高着 十分钟 妈的 十分钟之内 若是再见不到一伙 老子就不找了 身体不断地哆嗦着 硝烟紧握着颤抖的拳头 声音竟然都是在此刻变得有些发抖了起来 片刻之后 八分钟 最后八分钟 嘴角微微抽搐 硝烟低沉地嘶吼道 前面的火灵蛇呀 依然不管不顾地死命下潜 四分钟 四分钟 硝烟满嘴干涩 嘶声道 两分钟 两分钟 硝烟发现自己的心脏 从没有像现在这般剧烈地跳动着 妈的 回去 不找了 眼睛赤红着 硝烟下潜的身形骤然顿住 没有丝毫的废话呀 当机立断地豁然转身 然后铁青脸色地对着上方游去 然而 就在硝烟刚刚转身的刹那 火灵蛇巨大的尾巴 却是一甩 竟然是缠绕上了硝烟的腰 其尾巴之上的浓郁深红火焰 虽然在与森白火焰的接触之间不断地化为虚无 不过 其尚所蕴含的庞大力量 依然是将硝烟猛地扯了回去 卧槽 难道被这畜生给耍了 在被火灵蛇甩回去的那一刹那 硝烟脑海之中 猛地闪过一道惊骇的念头 心中这一念头刚刚泛起 硝烟便是被甩到了火灵蛇的面前 在手忙搅乱的胡乱挥舞之时 一栋的岩角啊 却是骤然凝固在不远处的一处青色光芒大盛的东西之上 青色光芒笼罩在这片岩浆之中 硝烟定神看去 竟然隐隐地看见 在那青色光芒之中 一朵青色的莲花正温婉而立 青莲地心火 在硝烟瞟着这朵青色莲花之时 药老惊艺中带着大喜的声音 突兀地在心中响起 第二百章 青莲地心火 听得药老的声音 硝烟脑海中顿时浮现 以前药老曾经详细与他说过的 一火榜之上的一些一火资料 青莲地心火 一火榜上排名第十九位 生于大地深处 历经大地之火的无数次锤炼 融合 压缩 雕制 十年成灵 百年成形 千年成莲 大成之时 其色偏青 连心生一簇青火 其名为青莲火 也称为青莲地心火 此火威力莫测 在临近火山地带之处 甚至能够引发火山烹发 形成大自然的毁灭力量 脑海中快速地闪过这一段消息 萧炎的脸庞啊 瞬间被狂喜所覆盖 身体微微一震 将火灵蛇的尾巴挣脱开来 眼睛死死地盯着 那不远处的大片浓郁清光 身旁 火灵蛇聚嘴中 发出尖锐的声音 萧炎回头一看 却是发现 这头畜生 巨大眼睛中 正隐隐地 擒着味激地 望着那团青色光芒 巨大的身体 也是有些瑟瑟发抖 没有理会 火灵蛇的举动 萧炎舔了舔嘴唇 心中激动地说道 老师 我们找到了 好像是吧 没想到竟然能够 真的找到一伙 虽然青莲地心火 在一伙榜上 只是排名第十九位 不过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呀 却是绝佳的等级 毕竟 我给你所准备的 几样东西 也只能增加你 七收排行榜 第十六位以后的 一伙成功率 所以呀 这青莲地心火 刚好合适 药老的笑声中 也是略微有些欣慰 几年的努力 终于是有了第一份收获 激动地 常常呼了几口凉气 萧炎迫不及待地说道 老师 我们过去看看 嗯 过去看看吧 我会加大防护的力度的 萧炎点了点头 目光瞟了一眼 那慰藉的 不敢再向前踏一步的 双头火灵蛇 撇了撇嘴 脚掌在岩浆之中一蹬 身体犹如湖泊中的小鱼一般 急速地对着那青色光芒 所笼罩的范围游去 随着身体距离青色光芒 越来越近 萧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周身的温度几乎是突然蹭高 抿了抿有些干燥的嘴唇 萧炎一咬牙 脚掌再次一踏 身体终于是一头 钻进了青色光芒的笼罩之中 身体进入青色光芒之中 意料之中的炙热温度 并没有如期而至 反而周身的温度啊 诡异地降低了许多 对于这有些灵异的一幕 萧炎也是满脸愕然 片刻之后回过神来 目光赶忙在周围扫过 最后停留在了中央位置的那朵 青色莲花之上 青色莲花 分八叶 八闪青色的叶子 犹如是那最完美的清雨 浑然天成的一般完美 一眼看上去 晶莲剔透 让人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在莲花之中 似乎有着一个两三寸左右的 小小莲台 莲台之上的一些孔洞中 散发着点点盐光 相比应该是由最精纯的 活属性能量凝聚而成的莲子吧 在青色莲花的下方处 极为细长的根茎啊 足足有十多米长 在根茎之上 密密麻麻地布满着细小的处须 在这些处须摇摆之时 萧莲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它们正处于一个几乎贪婪的状态 疯狂地吸收着 周围岩浆之中的 狂暴火属性能量 这朵青色莲花 就这般悬浮在 无尽的岩浆之中 犹如那大海中浮平一般 四处漂泊 此时啊 若不是有着火灵蛇带路 以硝烟的本事 就算是找到死 那也不可能在如此庞大的地域中 寻找出这么一朵 相对极其渺小的青色莲花 小心一点 别被那些处须沾着 不然你体内的斗气 会在眨眼间被吸得惊恐 药老的提醒声 让得消炎赶紧将想要走近的念头 打消了去 走吧 小心点过去 看着青莲的形状 明显已经 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 应当凝聚出了青莲地火心了 药老笑道 道德这一时刻 硝烟的身体激动得有些发颤 双手合十 莫名其妙地 祈祷了一番 然后咽了一口唾沫 身形缓缓地 对着青色莲花游动而去 随着距离青色莲花越来越近 硝烟越是能够感受到 它的美轮美奂 这种近乎完美的东西 恐怕也只有靠时间与大自然的磨练 才能创造而出吧 小心地避开了那些根茎处须的摆动 硝烟慢慢地来到青莲上方 激动的目光在其中一扫 身体确实骤然僵硬 在那莲花之中的小莲台中心位置 有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孔洞 然而此时 那孔洞之中却是空空如也 望着那空荡荡的莲心 硝烟脑袋顿时懵了 喃喃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没有 以这青莲的形状来看 应该早就有青莲地心火了 硝烟嘴角微微抽搐 沉默了片刻 突然对着莲心大声吼道 清秀的脸庞 此刻略微有些争鸣 安静 给我安静下来 就在硝烟气得有些失去理智时 要老的陈赫生 在前者脑袋之内 犹如钟鸣一般 响了起来 没有再继续找就是了 斗气大路这么大 又不是只有这里才有一活 硝烟的肩膀处 森白的火焰凝聚成要老的头像 呵斥道 可 可我费了这么大的劲 难道就落个空手而归的结局吗 硝烟狠狠地甩了甩脑袋 极为不甘地说道 这世界呀 每天有上千万的人在坚持不懈地寻找异活 可当他们在付诸所有代价之后 却是连一伙是什么样都没见过 你能走到这里 已经很让人羡慕了 要老轻声安慰道 转过头来 望着那空荡的连心 心中也是轻叹了一口气 说是不让人丧气呀 那绝对是假的 本来以为垂手可得的一伙 在这突然间 竟然是莫名其妙地 长着翅膀飞了 若是个定力不好的人 恐怕现在就已经直接暴走了 诶 这是什么 目光啊 在连台之上 仔细地扫动着 要老突然发出一声惊异之声 森白火焰凝聚出来的手掌一招 顿时 一道七彩光芒 从连台中爆射而出 最后落在要老手中 什么东西 颓废地偏过头 硝烟望着要老手掌中的东西 微微一愣 恶然道 这 是鳞片 要老手中的东西 约有半个巴掌大小 整体属七彩之色 一眼望去 七彩的光泽 颇为绚丽多彩 这是七彩蛇鳞 微眯着眼眸 要老嘴角 泛起一抹冷笑 七彩蛇鳞 我说 为什么 林花中 没有青林地心火呀 原来 是有人 接足 仙灯了 要老将七彩蛇鳞 丢向硝烟 冷笑道 连忙地接过鳞片 入手处一片冰凉 而且一股阴寒的气息 不断地侵入人体 若不是有着要老的 古灵冷火护持 硝烟恐怕连摸 都不敢摸着东西 灵片的主人 把青林地心火拿走了 紧握着七彩鳞片 硝烟皱眉道 七彩蛇鳞哪 在这塔戈尔沙漠中 只有一人持有 那便是蛇人族的 美渡沙女王 看来啊 青林半年前 所感应到的 那股神秘气息 应该便是 美渡沙女王不假了 药老陈寒道 哎 是他又能如何呀 已经过去半年时间了 青林地心火 肯定被他给吸收了 想起某种可能 硝烟顿时颓废地说道 哼 你真是昏了头了 美渡沙女王 体内流淌着蛇人的血脉 天生属性便是偏向阴寒 吸收一火 他活腻了 文言 要老顿时 闪给了硝烟一个白眼 吃到 既然他属性与一火相冲 那他干嘛吃饱了没事干 跑这儿来抢一火呀 而且听青林所说 他在取走一火的时候 肯定也受了伤吧 他没事费这么大的劲干嘛 硝烟苦笑道 药老贪了贪手 沉吟道 看来我们还得去一趟塔格尔大沙漠深处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不过我非能够告诉你的 便是他绝对不可能吸收一火 所以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 重新得到一火 去找美杜莎女王抢一火 那家伙可是斗皇级别的强者呀 当初就是连明镇加玛帝国的兵皇也被他搞得那副惨兮兮的模样 我们去找抽呀 硝烟揉了揉额头 苦笑道 有个目标 总比我们到处胡乱寻找的好 而且就算到时候需要动手 上的人是我又不是你 虽然美杜莎女王的凶名与燕名名闻斗气大陆 不过我至少不会惧怕他便是 药老撇嘴道 苦笑了一声 硝烟也值得叹息着点了点头 旋即搭了着脑袋 就欲转身回去 喂 你干什么 瞧得硝烟的举动啊 药老不由得有些恶然的倒 回去呀 难道还留在这里吃盐浆啊 硝烟没好气地回道 你 你这个蠢货呀 文言 要老顿时 气得狠狠地 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手指指着那青色莲花 怒道 这东西 可是要千年时间 才能够形成的一炮 你这个败家子 难道就丢在这里了 啊 惊异地眨了眨眼睛 硝烟转过身 望着那青色莲花 满头雾水地说道 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翻了翻了翻白眼 药老明显被硝烟这话 淹得有些不清 胡子抽了抽 颤颤地说道 这青色莲台呀 是大地之火 凝聚了千年时钦 方才构成的 只要将之拆下 日后修炼 坐于其上 修炼速度 不敢说提升个十倍 可至少三四倍呀 倒是绰绰有余 而且预敌的时候 只要用斗气将之启动 把隐藏在其中的火焰 释放出来 就算你遇见了 斗灵级别的强者 不说打败人家 要是逃跑 那至少是横行无阻啊 还有连台之上的莲子 这好称火灵之精的 地火莲子 可是百年结一历呀 你哪天出去吼一声 你有地火莲子 我敢保证 就算是斗黄强者 也会拼了命的来交换 当然 不排除一些 更喜欢直接的 比如杀人夺宝 这些东西 每一样拿出去 都会缴得 加玛帝国 翻天覆地 你这败家子 竟然还不要 说到此处 要老几乎是有些恨铁不成钢 听着要老的口水似箭的讲解 萧炎的眼瞳也是越来越亮 带得前者话音刚落 便是双眼火红地 对着连台扑了上去 妈的 这些全当是利息吧